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我做什么 你们都希望我半永久 他不是让半永久 马尾和猫眼半永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哈喽 是的 你现在看到的是素颜的我 还没开始化妆对不对 都经验了 我们的造型说 什么 你这个样子我还要化吗 他当时准备走着 被我拉住了 好了 我今天要主持的是年度出色人班奖 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场合 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造型 你们喜欢的半永久马尾 将在线江湖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修剪眉毛 所以需要把一些杂毛修掉一些 现在我做这个团队呢 他们非常的专业 先把我要准备穿的衣服搭给他们 我就会根据这个衣服 然后来设计头发和妆容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我做什么 你们都希望我半永久 你说大波浪的时候 我拍杂志那个 很多人说 哎呀强烈希望半永久 马尾和猫眼庄的时候说 强烈希望半永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我什么都能驾驭 你们要夸我们造型师 因为我人的状态很好 当然化妆造型很重要 人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 你看是不是把我两边眉毛这样一画 立体感就出来了很多了 对不对 化妆好不好呢 在于它这个细节处理的好不好 因为它把这个细节处理的很好 你不会觉得毛毛躁躁的 大金哥呢 说我的今天这个妆 因为是马尾 所以整个人是望上的 所以眉毛它也整个是望上走的 你手要看我的怎么没有路上啊 这种天然历史的就最早 真的都很完美 那现在呢是最后的调整 把一些小柔柔毛把它给收一下 收干净 再把这个头发 这前面这个地方稍微圆一点点 现在主持它连过来咯 我是谢大 今晚的主持人 生活方式的领域值得赞送 妆发全部结束 好 我现在要去拍 妆发图片 这张机实在不错 就是它了 就是它是吧 漂亮 漂亮 好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春天到了 欢迎大家来到北厘的成都 三 三 二 一 走 好了 终于结束了 然后我真的今天在主持了节目以后 本来要准备吃东西了 晚宴开始了 结果又拍了几个短片 然后就没有吃到晚餐 然后刚才几个艺人说 一起吃一点点 成都的唱唱 我现在要去问一下我成都的同学 哪个唱唱好吃 你们有没有成都带给我推荐推荐呀 然后我现在准备卸妆了 我卸完妆有吃唱唱 吃茶餐 晚安 下班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